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水印对不对 除了加文字水印还可以加图片水印比较容易 那这节课呢 咱们再学一个图片处理的方法 什么呢 是图片的旋转和翻转 好多人都认为旋转和翻转是一回事 其实不是一回事 对不对 旋转呢 是要那个图片转圈 对不对 翻转呢 是要整个画面翻过来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都怎么个意思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的旋转 比如说 我们打开这张图片 看到了 这是一个PRT的一个图片 对不对 那我们要它旋转 你看 这个工具本身要在旋转什么 这是旋转 旋转90度 再旋转90度 对不对 再旋转90度 再回来 这就是旋转的过程 对不对 那一会咱们再说翻转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实现这个旋转的功能 对不对 好 我们打开上几个加水印的方法 我们做一个方法 比如说旋转 旋转应该用英文单词怎么说呢 旋转 看到这个吗 然后我们给一个图片 然后后面给一个角度 角度 对吧 我们就可以让它旋转 然后我们中间这些都不用 圆图 然后这块是 这个 把这些都去掉 这个我们也去掉先 好吧 然后 我们需要保存的是圆图还是新图啊 旋转 旋转 旋转是不用动图片的 就是在这个资源就行 不用另外一个资源 你看就是这个图片 我们放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创建这个图片的资源 这块 多打了一个代码 对不对 $img src 等于 $cret 里面 插上 $img 内 圆图 圆图 然后呢 我们过去类型 保存这个 对不对 然后销毁这个圆图 这块 我们掉一下 旋 转 里边只要传图片名 比如说就刚才的 pp.gf 对不对 旋转多少度呢 比如说旋转30度 可以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我们要的旋转了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旋转呢 只需要使用一个系统函数即可 哪个呢 看这个函数 看到了 非常简单 第一个提供处理图像的资源 第二个 插上去干嘛呀 就是旋转的角度 第三个旋转了一倾斜 怎么就变了 是不是背景就不是方方正正的了 对不对 那扣除了背景颜色 这个咱一会再指定 咱们先使用这个函数 当然你可以打开手册 在手册里边找这个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随便使用一下这个函数 看呀 这个函数 处理完以后 法规来的是不是新的资源呢 对不对 就旋转后的资源 所以呢 我们在这块把旋转后的资源保持就行了 第一个IMDSRC 这是什么 是不是 呃 原图的 这个资源呢 对吧 然后在原图上旋转多少度呢 角度 是不是我们存这个参数度的度数 对吧 原图 角度 然后 反归一个新的资源 NEW 新的资源 我就叫牛 行不行啊 然后我这话 保存 保存谁啊 NEW 对吧 销毁 是不是得销毁两份啊 NEW 对不对 这是原图 这是类型 这是创建资源 对不对 这个就是旋转 对吧 然后这块是保存旋转的 后来销毁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旋转呢 我们运行一下 TES 点PRE 好 运行比较慢啊 出问题了 最少三个参数 对不对 只能两个 那我现在不知道给什么颜色 我先随便给个丁 行不行 先随便给个丁 这个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就没有错误了 对不对 记住 它这里边必须的三个参数 对不对 是不是这颜色啊 不知道什么颜色 我先给这 你看新图片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我们点开它 是不是旋转了三十度 看到了 旋转三十度 那假如说我想旋转九十度呢 怎么办呢 就九十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是不是旋转九十度 那旋转后的背景颜色看到这个了吗 如果想指定的话 对吧 我们随便给个例子 你可以用咱们创建颜色的方法 是不是创建一个颜色 把那颜色值放在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旋转要做的 旋转还比较容易 系统情况还是容易 那咱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呢 用到旋转的情况下 并不是太多 对不对 除非做相册 那里边比如说你相机 横着拿着或者竖着拿着 那个相片 对不对 你在没处理 就直接传上去之后 在系统里边 也样的旋转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对吧 来 旋转点接地 那这是我们要做的 这个旋转的过程 那 下面咱们要做的是 翻转的过程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找到一张图片 比如说就这个 这个吧 打开方式 画图 看一下 这个是一张图片 对不对 那我想翻转的话 有两种翻转 一种是 怎么的 这么翻 一种是上下 这么翻 所以呢 要么是爱什么翻呢 按Y轴去旋转 上下就属于Y轴 对不对 这么翻转一下 对不对 要么按X轴 什么 横向的是水平的 对不对 这属于X轴 上下对调 对吧 那翻转的其实没有系统函数 这个给我们自己写 对吧 怎么写呢 看一下 假如说 我从这边 把最开始的这个地条 假如是一个像素 看到了吧 CtrlX 我把它粘到最这边 假如是一个像素 但是一个像素大家看不来 对不对 那我再把第二个像素 CtrlX CtrlV 放在这边 对吧 以此类推 是不是就让它整个图片 给翻转过来 能理解这问题吗 就是一个像素的 就把最左边像素 一直拷在到最右边的像素 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在一张图片上 一张图片上 后边都覆盖上了 那你得拷进去又拷回去了 所以呢 我们是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图片资源 将这个图片资源的 从最开始的 把第一列宽度 就是一个像素 高度是整个图片的高度 对不对 它一共比如说是300乘 是比如800乘600的一个图片 对吧 那它应该水平 如果按Y轴旋转的话 是不是应该循环800次 考800个像素 对吧 到对方 是不是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旋转既然分两部分 所以咱们就是按两部分来 比如说 TRUN 小小线 Y 是按Y轴旋转 对吧 也就像我刚才的水平的旋转 对不对 如果按X轴旋转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从上边 对 这么去 好呗 往下来 对不对 这样 当然得有两个资源 是不是这样的话 是水平X旋转的 Y轴旋转 咱们是左右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会儿 咱们按Y轴旋转 按Z转 只要传一个图片名 就够了吧 对不对 我现在发转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 这个就是这个图片的 高度宽度类型 对吧 这属原图了吧 那按Y轴旋转 原图 那新的图片 是不是跟它的宽度高度 是一样了 对不对 得考虑到新的资源上 所以呢 我们这会儿 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我们是不是就得找手刺 还记得怎么创建新的资源吧 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 图片 函数中心 图像 处理基地固 找image create 这个新建一个真色彩的图片 是不是新建的图片 跟它这个图片的宽度高度 应该都是一致 所以这个宽度 就是什么 SWIDTH 高度也是SWIDTH 因为原图的宽和高 是不是就这个 那你不想用这个 XS的话 这是咱们前面例子用过的 对不对 那我直接就是 宽度和 这是错了 高度 可以吧 原图的宽度和高度 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那我这个新的资源 我就命名一个NEWC 可以吧 这样原图资源 下边是不是都直接消毁了 对吧 那保存的是不是 保存新的资源 就是这个翻转后的图像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新的资源 原资源也有了 对不对 现在我就把原资源上的 每个酵素拷贝在这个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 使用一个Full循环 因为是水平的拷 来按宽度拷 对不对 $I等于0 $I小于谁啊 是不是这个宽度 $I加加 也就是这个图片宽有多少个酵素 我就循环多少次 对吧 这块是 嗯 循环 每次 怎么呢 拷贝一个像素 一个 像素的 什么 竖条图片 对不对 拷贝一个像素吧 嗯 然后我们拷贝的函数是用哪个了 还记得吧 对吧 我们搜索一下是 Image COPY 是不是咱们前面做水用过这个 这里边第一个是什么图片呢 目标图片 咱们是把原图往新图上跑啊 嗯 所以目标图片应该是谁啊 目标图片 目标图片是不是应该是新的这个资源 对吧 那第二个就应该是什么 第二个是不是原图资源 对吧 那原图资源咱们是谁啊 是Image SRG 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看一下 第三个参与什么呢 目标的什么 目标的什么 X位置 就是拷贝到目标的哪块 哪个位置 对不对 目标哪位置 那咱们将原图的 第一个像素 你看啊 刚才那个画图这话 假如说这个是一个原图吧 咱们将原图的 是不是第一条像素啊 拷贝到目标的最后一个位置啊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咱既然放目标的位置 就像原图从00开始的第一条 从左往右的第一条 对不对 拷贝到目标的最后一条 所以咱这话是不是指 坐标的最后一条啊 那最后 那整个图片的宽度是谁啊 是不是他 对不对 整个的宽度是谁啊 是外 对不对 那宽度是最后一条已经超出了图片了 比如宽度是800 800×600对不对 这800是宽度对不对 那这个值有可能就是800 而800是不是都在边以外了 那800减1 是不是最后一个像素 再将新图片将原图片拷贝到这个新图片的最后那一条 宽度减1是不是原图片的一条对不对 但是我拷贝一次 但是我拷贝一次是不是觉得往回走一次啊 那我说话 再减去$1 能看懂了吧 那不是$S $I 应该是$I对不对 因为I第一次是0 你看 宽度假如是800对不对 800减0再减1 失败799 最后一个位置 对吧 那如果第二次循环 在I这减2 那就800减减什么 就是第一次循环 就整体减2 是不是最后的第二条 在最后第三条 最后第四条 对不对 就将原图的从前往后的每一条 考虑了新图从后往前的每一条 是不是就翻转过来了 对吧 然后这是这个什么位置 目标文件 那目标文件的第二肯定是新图片的什么位置 新图片的歪的位置 对不对 Y的位置一直从0开始 因为Y轴是不变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Y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原图的X和Y 那原图从哪儿考 原图 原图就从I开始考 对不对 那这个I大家如果 如果太好理解的话 换X就是X 对句嘛 XY大家好理解 对不对 对吧 那考Y轴呢 这比是这样 这几个是不变 对不对 这话是 这两个X和0是从原图的0的位置和0的位置 对不对 开始考贝 对不对 然后I变成1的时候 从1的位置 2的位置 3的位置 对不对 从前往后的对 对不对 那考贝的后边这两个值应该是多宽多高 对不对 那宽度应该是多少 对不对 宽度是不是一个像素 而高度是不是整个图片的高度 好 那这样一循环 我们就将这个考虑过程完成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保存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新图 好 我们换一张图片 比如说 CY点PNG 有这个吧 那没有这一循环吗 CX点PNG 就是刚才能看到的这个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运行一下 当然这个函数 我得改一下 TRUN小线Y 对 参数我们只需要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 按什么Y轴 Y轴 怎么能翻转 按Y轴翻转 对不对 那我们运行一下 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就应该翻转成功 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图片 我们打开 看一下翻不翻转过来 那是看不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看吸血鬼 是不是是反过来 相当图片从背面看的 共同点 是不是完全翻转过来了 整个字都翻转过来了 原来高个的吸血鬼 是不是在左边 现在是不是放在右边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翻转 垂直 就是水平应该是翻转 对不对 按Y轴翻转 那又按Y轴翻转 那同样有什么 对 TRUN小线Y 所以你这 咱们看按X转翻转一下 那这话 写个X 道理都一样了 这些字都不用编 只不过循环的时候 这话我们改成一个小Y 对吧 然后按高度 对 对 然后新图 对不对 那得从新图的 什么 考试到新图的哪位置 是最底线的一条 最底位置应该是高度减缺 什么 不对 这块是什么位置 新图了X的位置 开始的位置是不变的 什么 是不是零了 对不对 因为是X轴 也就是咱们是 这个是 这样学的 从上边 对不对 对 往下转考位 对不对 那新图的这个位置 你看不管考不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X轴数不变 变的是不是Y轴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话 这个参数数Y轴位置 就是整个高度减缺 怎么 Y 如果这变量变成Y了 对不对 再减缺一 是不是最下边那一条 新图的最下边一条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将原图的从什么开始 从零开始 到Y 怎么的 第一条 依次考不到最后一条 到新图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考备多宽呢 考备多宽 是不是整个图片都宽多 对 那考备多高呢 是不是一个像素的高度 对吧 大家只要把这几个参数都明白 就可以 对吧 然后我们这话 变成X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将这个翻转 上下翻转 好 这个对不对 不对 还是这个图片对不对 我们打开方式 看一下跟刚才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这样翻转了 对吧 如果既想水平翻转一下 又想垂直翻转一下 怎么办呢 用这函数处理两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刚才他写的两个函数 分别处理一次 对吧 就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翻转 所以说翻转和旋转是不同的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几个那种 处理图片的旋转和翻转 那大家有可能说 刚刚老师讲的太快了 这边有点太理解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多看几次 对吧 有可能你就理解了 只是一个算法的问题 对吧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算法 最好是你用做出工具 用做出工具 你给他一个影响核 对 模拟一下 然后用程序实现 所有的现实中的业务逻辑 都是什么 咱们程序写的业务逻辑 都是根据现实的业务逻辑来的 只不过用程序要电脑帮你执行 对不对 不然你自己处理 就这个道理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几个课 接下来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哦 你看 嗯 我